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失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失文集,香港攬炒之城》 現在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遇,肉購重促 《古今重要戰役100門》,主持梁錦祥結纜 《古今100門戰役》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原本是神秘之日 亦都神秘之日,以前略略提過 究竟羅馬兵團有沒有與中國的精銳交鋒過 所以這個題目到現在都是爭議 爭議的地方在哪裏呢 在甘肅有一個地方叫尼堅 尼堅這個字是比較難寫的 大家可以找一下 那裏的地方其實是鬼佬 很多人那裏有一隻歐鼻 藍環晶的樣子 大家懷疑可能都不是正宗的抗族 事實上在甘肅也有很多小族民族聚居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說有些紅色綠藍 那些都不出奇 但問題是意大利人 或者羅馬人也不出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件事是怎樣來呢 剛才我們要解釋一樣 就是為什麼那個城 他很常要證明自己是 可能是羅馬兵團的後裔呢 就是因為如果是的話 旅遊生意就可以改造 其實所有現在涉及到這些考顧問題 都是旅遊生意的一個賣點來的 就是經濟著想 所以他們很努力去證明這件事 那這個答案 我們在節目的尾段 我們嘗試給大家 但是作為一個講戰役的節目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需要探討 我們一直都沒有做過 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羅馬兵團 是 他那個所向披美的原因是哪裏 是 就是曾經一段最輝煌的時間 他是打暈了非洲 亞洲 歐洲 歐洲 歐洲當然沒有好說 就是他自己的地盤 就差不多繼承到這個阿歷山大大 就是馬其頓阿歷山大大 就是一個很小的一個很小的武功 是 一個這樣的版圖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羅馬兵團的軍事工程 是 因為我們聽到一個說話叫做 條條大路通羅馬 是 為何條條大路通羅馬 是真的一件事 因為到現在你去羅馬 其實有很多條路 你看到是在古代築成 是 在當時他們發展第二羅馬帝國的時候 就是不斷用這個軍事 就是兵去到之後 就開始做很多的建築 防輸 防禦工事 防禦工事 和那些運輸 運輸 這就是一個很現代的概念 其中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次他打了一場戰役的時候 就要渡河 渡河很簡單 譬如我們想 有船就可以了 是 但羅馬不是 羅馬 即是先鋒去了 要起一條橋 讓士兵過去 而且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他們在軍事工程方面 在當時來說 就是一個在古代來說 相當多的突破 甚至有些人現在都不知道 為何會做得那麼快 至於今天這個題目 就是說 羅馬兵團消失在中國 這個題目 那個發現都幾傳奇 不能夠發現 可能這件事是假的 事源是怎樣 事源在中國歷史紀錄裏 看書 有一段說到 有一件這樣的事 一件事是甚麼事呢 就說有一個人 叫做陳湯 那他去呢 即是我們可能 下一節 將來會說 就是他其實揹了鑊 就是他 發佈fake news 發佈假消息 而且發佈給皇帝 揹了鑊 揹了鑊 揹了鑊之後怎樣呢 揹了鑊之後呢 他就 要想辦法 就是想傷風屬在 於是在一個地方 想立戰江 這個地方叫疾滋 又是麻煩 又是死的 發覺跟當地人打 但打的發覺很奇怪 一件事 對面有個步兵 出現了甚麼叫 隔門魚雷陣 隔門魚雷陳 這個在看書裡面 陳湯傳裡面 是記錄了這件事 中國歷史學家 就從來看了就算了 就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究竟這個所謂隔門魚雷陣 是甚麼來的呢 但後來到了二十世紀 就差不多八年前 有個鬼佬 鬼佬是美國人 即是英裔的美國人 韓學家 韓學家 後面有一大鏡頭 看到這個 Adopt Home Adopt 他有個漢名 有個中文名叫 德孝軒 這件事本身很刁鑽 名字也有些 可能有些內頭 內頭是甚麼呢 可能因為他研究 他翻譯 他翻譯 東西漢的歷史 漢書 翻譯成英文 是 所以他對漢朝的歷史 研究相當深 如果是漢朝的歷史 漢朝有一個人叫張軒 出事西圍 所以孝軒 我相信他就是 來自一個這樣的意思 證明他的中文水平很高 不差 可能比香港的大學生更好 當然 沒得說 他看到裡面的 革門魚鄰鎮 他就走去問 他問那些 因為他在哈佛 他問那些 在校內的歷史學家 這個陣在哪個地方出現過 那天告訴他 在羅馬 於是他再搜索一段 他就發現 如果在公元前的五十多年 羅馬的第一兵團 就在中亞的地區 和當時的安息國 應該是伊朗的一個王朝 就打了一場仗 而輸得很金 是 那個兵團的負責人 即那個司令和兒子 被人掛了頭 這是羅馬軍事戰場 一場很慘烈的敗仗 但是中間有六千人 踏了圍 但是後來羅馬的歷史 歷史學家 都不知道那些人去了哪裡 是 他就懷疑 其實這個就是那個消息的兵團 是 隔了那個歷史 就是後來陳湯在打這場仗 十幾年之後 他就懷疑一件事 就是這班人 六千多人 就輾轉 一路東走 去到一個近乎 就是當時的血漢朝的一個邊緣的地方 是 就打錯了一場仗 甚至在那裡下了湖 就是幫兇奴做了僱傭兵 做了僱傭兵 被人俘虎了 就去了中國 於是 這段歷史就很傳奇 就擺在那個什麼 尼堅城那裡 對 尼堅城那裡 歷史就是這樣的 當然是相當浪漫 事實上 文帥好像有人拍過電影 好像 是 有人拍過電影 不知道赤壁是什麽 好像 我們作為一個軍事節目 我們不是純粹講歷史 我們首先要去想一件事 就是 你猜這個隔門輿鎮是什麽 如果照剛才那個 阿杜佛斯的漢學家說 他就認為這個 屬於羅馬的荒陣 所以 可以覺得 因為他說 阿善淤 即是北兇奴的善淤 那邊的人 善淤即是王 即是一個 郵掌 因為他有南北兇奴 那邊的善淤 他們是騎馬 他們沒有理由懂得擺陣 所以他就懷疑 這班人不是他們原本的人 應該是外來的兵士 慢慢推到 慢慢把東西 因為他最初的兵士 十七八歲就要打仗 即是已經是當兵 即是已經是當兵 遲了 如果是二二二八 你說是遲 那他會不會 輾轉到東方 三十多歲便適合 所以就是這樣吹 加上這個漢樂家 基本上有些名氣 很多人都相信他那一套 所以他講 即是他死前五 即是他講完這堆事後 五年後死亡 所以他講這些事 死前講這些事 那個震撼性都很大 亦都令到當時很多文人都覺得 嘩 即是有點浪漫 即是 所以都相信他這樣講 但是信 尤其是正正的事 我們做一個軍事節目 首先我們要探討一件事 就是 甚麼方陣 我們在第一集 其實我們在第一集 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當時在斯巴達 他們已經做了一個長華禎 我們當時解釋過 就是 他們應該是一手拿馬 一手拿盾 那個補位的形式就是 即是假設他是 右手拿馬 左手拿盾 應該是這樣 那個盾 其實就蓋了旁邊的那支馬 那個位 所以一定是貼空的 即是貼在那裏 就在那裏推進的時候 那就可以 好像是開車一樣 對方那裏 但問題來了 人家有戰的時候 在上空射下來的時候 即是射下來的時候 那個保護的措施就比較麻煩 歸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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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他們去打的時候 他們就研究 他們打得下 就創造了一個陣化出來 就是所謂一個龜鶴陣 龜甲陣 就是蓋上去的 是 像是龜的 像是龜的 這個打法 他們所知在哪裏發展出來的 剛才你說的羅馬這個龜甲陣 他不是由羅馬名稱 就是百夫掌 其實他把馬其頓 很出名的方陣 就簡化了 縮小了那個規模 他變成 我們最初說 那個 雅典和波斯打過 他們都拉了一條 是長射陣 但慢慢改變了 方陣 越縮越小 那時候 那時候 是一二千人 那些矛 不是一個人握的 是幾個人握的 那枝矛 不是五六尺 那枝矛 十幾尺都有 很長的 一個人握 不夠力握 一堆人握著 協同握著 有長有短 所以 遠又捉到 近又捉到 變成他們 機動力慢些 但攻堅能力很高 他慢慢壓過來 那個殺傷力很大 但後來 羅馬就覺得 那個機動力太低 即不夠快 不夠快 而且活動力不夠高 變成他改變成小 他們後來分成百夫長 一百人一組 把盾做到很長 剛才說 像戰彈射射到 他封了頂 然後 他們大部份的士兵 就 不是拿長矛 那麼簡單 他們用飛矛 即是用重矛 去飛過來 即是他未去到你那裏 他先用矛 扔過來 扔一堆矛 那是重矛 和戰有甚麼分別 重矛 他下來那時很重 即是他打你 即是他硬碰硬的時候 即是你拿一個盾在前面 他拿一堆矛 扔你 那你就扔停你 那如果你用很大型的方陣 那你一千二千人的方陣 他扔停你 你成早就不能動 然後他們就慢慢逼過來 逼過來之後 他們用刀 在盾的邊斬出去 而且他們主要是和你肉搏的 即是這個龜甲陣 就是他逼到你身邊之後 就和你肉搏了 所以他們的刀法是很好的 這個就是他們有信心 即是能夠打贏其他人的一個設備 事實上而 他後來他在馬其頓帝國的末年 他們有一次戰役 是抽低了馬其頓 就是因為他們發展的方陣 本身就優勝過馬其頓 但是你會不會設想到方陣的形式是怎樣 特別是盾牌本身 因為我們以前看過 盾牌也變化很大 譬如傳統我們說 斥家軍的原型 原盾 原盾本身我相信 就不是純粹是做一個覆蓋 它是擋住那個胸口 是擋住胸口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 他由原盾開始變成方盾 是 方盾我相信是由長矛陣 去演化到一個歸學陣的過程 就是你不用不到原盾去擋 是呀 遮不住 遮不住 但是如果是方盾的話 就涉及到長度問題 就是由一個比較細 但是去到一個長一點的盾 就覆蓋了整個面 但是問題就是 你拿一次一件事 就是他埋身的時候 這個盾本身還用不用 埋身就不用了 埋身要放棄 埋身是放棄 因為他們 他們的士兵 全部是拿雙刀 他怎樣拿盾 我們一會兒研究一下 他有什麼裝備 你先回來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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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